大家好,欢迎来到飞飞的家 冬天就要到了,每天能吃上一口热乎乎的菜,别提有多舒服了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香辣白菜粉丝虾球砂锅包 这道菜除了处理虾以外,超级简单省事 现在就跟着我们一起来做吧 这就是这道菜所用的食材 在装有室温水的大碗中加入一把粉丝 浸泡 这次适用的带头大虾 把大虾洗净后 除去头部 包去虾壳 留着备用 除去虾线 从虾头第二节处将虾线轻轻挑出 慢慢往外拉 虾线就出来了 这要点耐心哦 将虾处理好后 清洗干净 用厨房用纸挤出虾中的水分 然后放入打碎机中 在打碎机中加入二分之一小勺盐 八分之一小勺白胡椒粉 一大勺料酒 一个鸡蛋清 一个鸡蛋清 一大勺玉米淀粉 打拌均匀 加入一小勺香油 打拌均匀 从打碎机里取出 盛在小碗中 虾滑就做好了 烧半锅水 水中加入一大勺料酒 烧开后 关中小火 用小勺在锅中烫一下 这样虾滑不容易粘勺 用小勺将虾滑做成虾球 下入锅中 煮几分钟 带虾球飘起 就可以把虾球盛出来 一次可以多做一些 放在冰箱里 平常要吃的时候 拿出几个就可以了 将煮虾球的水中浮沫撇去 用来做高汤 下面就简单了 将蘑菇根部剪去 洗干净 下入开水中烫一下 然后盛出 放入冰水中冷却 这样可以除去异味 杂质 提升口感 让你吃着更安全 更美味 掰了六片白菜叶子 将白菜叶洗净 切几刀 切成你想要的形状 在砂锅中少到一点油 将白菜瓶铺在锅中 把粉丝瀝干水分 铺在白菜上 炒锅中倒入一大勺油 下入几个姜片 将虾头 虾壳倒入锅中 炒至变色 将煮虾球的水倒入锅中 加入一小勺料酒 略煮一会 将虾头和虾壳捞出 撇去浮沫 将虾汤倒入砂锅中 放入沥干水的蘑菇 和虾球 中小火煮开 调一个料汁 碗中有大蒜碎 青辣椒和红辣椒 用热油浇一下 加入两大勺生抽酱油 1%小勺白胡椒粉 一大勺蚝油 搅拌均匀 倒入砂锅中 盖上锅盖煮几分钟 打开锅盖 滴入一小勺香油 就可以端上餐桌 看看 咕嘟咕嘟的 热乎乎的虾球砂锅包就做好了 好了 今天就分享到这 谢谢收看 下集见